容情第35期 特殊学校企资源中心 群育学校先渡计划 特殊教育支援第一组 先渡计划推行了三年 让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七间群育学校的成功经验 离校新心声 吸学校的情书 玛丽湾各位老师 姐姐 校长 社工 总之全部人 我真是不知道怎么说 总之就没办法用文字形容 尽在不言中 爱你们 成功个案分享一 徐瑞池同学 现时就读于沙田区 一间英文中学 瑞池同学 除了去年获得陪闹学校的 持续学习进步奖之外 在成长方面都有好的改变 曾经获得以下的奖项 包括2014年沙田区 结出青年选举中获加许状 在社会福利署的义工计划 获得金奖 而且在现时就到的学校 无论学业和成长都有进步 受到老师的欣赏 我知道你今次回来 特别带了一张奖状 回来给我们看 那你不如介绍一下 这张是什么 这是我今年 11月拿的沙田区 结出青年 是 为什么拿到的 因为 一来是在我成长上的改变 在培立的表现比较突出 还有有好的改变 也是有一个推广一个正能量的 也有耳工教小朋友跳舞 在社署的耳工计划都有金奖 还有在我现在当地学校的 无论学业还是个人的成长 都有进步 都受到老师的欣赏 成功个案分享2 杨涛同学 杨涛同学在2010年的暑假 曾经尝试找过大约 10间的中学 但是都因为原校的粗限差 而未被取录 后来 经过社工的帮忙 杨涛同学才有机会 入读许仲成学校 就是因为学位得来不易 所以杨涛很珍惜 决定要努力完成中三的课程 经过一年来的努力 他终于顺利完成初中的课程 获得分派到张军澳一间普通中学 升读中四 杨涛同学努力适应新学校的课程和环境 虽然他对英文科感到非常吃力 但是仍有信心克服这个障碍 杨涛同学希望能够完成中六后 有机会升读大专或大学 然后投考警队 纳致成为一位警务人员 杨涛同学的心声 十分感谢许仲成纪念学校 给了我升读中三的机会 而且学校也让我有决心 学校的老师和社工 都有定期联络我和我的家长 了解和跟进我在新学校的适应和读书情况 不断支持和鼓励我努力读书 也都协助我解决在新学校所遇到的困难 令到我能够顺利适应新学校的生活 我希望藉着这个机会 再次多谢许仲成学校的全体老师的支持和鼓励 成功个案分享 三 张庭康同学 张庭康同学是2012-13学年的中三尼校生 他就读大埔一间普通中学的中五级 曾经考获中四通识科的第二名 获班奖学金 以及在校内高中组三人篮球赛 获得贵军 班主任赞赏亭康交齐功课 有良好的学习态度 相信他有能力应付高中的学习 学生家长对群育学校先度计划的回应 黄诺文的家长 儿子是2011年的尼校生 参加了尼校生支援计划一年 在参与计划的期间 我儿子是2011年毕业的 他之前就参加了尼校资源计划一年 学校社工 也有去我们家 在家长的家房 又遇到什么困难 社工都会认识我 和现在学校的社工 罗姑娘一起来谈我儿子的问题 如何帮他解决问题 保存在哪里呢 帮助小朋友回家 如何跟家人相处 我和儿子到现在相处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他都会帮你煮饭 浪山那些 普通学校的回馈 以下是两间位于黄大仙 和牛头各区的普通中学 对先度计划的看法 群育学校的老师 社工提供很多资讯 给本校的社工 令到社工对初入读的学生 有进一步的了解 群育学校的社工 曾经三次主动打电话联络 本校一师班的班主任 群育学校的社工 和小鹿的班主任 更加曾经来到学校探访同学 和和本校的一师班班主任 交流处理学生的经验 以下来的短片 是成德学校访问马登中学 邓显龙助理校长 内容是讲述苏绍韦 入读普通学校之后的改变 其实绍韦之前都经过很多困难 离开学校 芬芬的学校 其实我知道她是努力过的 包括读书 和同学相处 适应我们学校的英文环境 都不容易的 她做得到 刚才我到处找她来拍一段影片的时候 我问不同的同学找她 我认读苏绍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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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一个很随和人 她也很受欢迎 都看到她慢慢进入感 当然其实之前之后 还有很长的路可以再做好一点 不过我听到她有很明确的目标 做社工 都希望她做得到 第二就是说 我认读苏绍韦 其实我知道她在之前的时间 都很多时候回到圣德 做服务 做义工 或者跟她的私底分享 代表了 其实圣德给了很多东西 给邵韦 所以邵韦 都回到圣德 去回到圣德 去回到老师 回到学校 教了一些私底 当中的过程 其实我不能不了解 但是看邵韦的表现 其实她对母校 是很感激的 她也看到母校的栽培 成校的栽培 令到她有今天的进步 希望她也继续进步 现在是中四 还有两年是民分支 当中有很多艰难 希望她也克服到 我对她很有信心的 好 普通学校的回归 吸马里湾学校的表扬信 表扬信的内容 群语学校的毕业生 入读我们学校之后 无论在学业 品行 才艺方面 都出类拔碎 全是因为群语学校 为他们打好学习的基础 养成专心上课 经常温习的习惯 群语学校的教育 成校显著 故特别写这封信 分享这份喜悦 并祝校遇日龙 徒里满门 我们心里的话 香港扶幼会 质人中心学校 谁知道日后我们的生活会怎样 但我们却知道 关心孩子的成长 可以令到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我们心里的话 马利湾学校 藉着我们的关怀和辅助 让离校生继续升学 创造美好的人生 我们心里的话 香港扶幼会 许仲成纪念学校 对于学生来说 许仲成学校 除了好像一个大家庭之外 都好像一个车站 在这个车站稍作调整 和整顿之后 便再次出发 继续人生的旅程 我们心里的话 香港扶幼会 姓德中心学校 离校生延续了 本校身火相传的传统 他们不时会回校参与义工服务 把外全阳出去 体现施比秀更有福的精神 我们心里的话 东湾莫罗瑞华学校 总结两年多的离校生支援工作 结果都尚算满意 接近九成的离校生 现在仍然在学监 我们心里的话 香港青少年培育会 陈南昌纪念学校 由于过往的负面经验 来自群育学校的学生 多数在完成中三课程后 往往未能顺利适应 普通中学的高中课程 故此 他们在中四的绝学率比较高 从2012年起 教育局推行特殊学校 企资源中心 群育学校先渡计划 情况开始改善 接受支援的学生表示 大致能适应普通学校的高中课程 中四的绝学率也有所下降 故此认为先渡计划 对群育学校学生 返回普通学校 有实际的帮助 我们心里的话 明爱陪立学校 试行了三年的先渡计划 给了本校和普通学校 一道难得的桥梁 令到离校生能够得到 一套教有系统的支援服务 在这里我感谢各有校的校长 老师和社工 对离校生的识心教导 鼓励和包容 也感激他们无私地 提出对本计划的意见 总结 德树学校企资源中心 群育学校先渡计划 推行了三年 一共支援了400多名的离校生 协助学生发展前任 令他们重拾自信 本着一个也不能少的信念和宗旨 我们深信 假以时日 群育学校的学生 一定能够破茧而出 赈次高飞 最新发展 群育学校对离校生的支援 对他们重新融入普通学校 起正面的作用 教育局在2015-16学年 将这个先渡计划常规化 成为学校伙伴计划的 其中一种支援模式 佛物容计划常规 Yes